有正姓男子利用酒店经济的工作掩护 找缺钱的男模跟小姐放高利贷 还不出钱就找人打着帮派的名义 暴力讨债 当街殴打 拦车压人 甚至还拘禁被害人 而最夸张的是呢 有人借款15万 被逼签50万的本票 预估获利数百万元 从去年开始陆续5名被害人报案 警方巡线逮捕了正姓主贤 也找到曾经当酒店小姐的汪姓金主 连金主的儿子都是暴力讨债集团成员 一起被逮 凌晨5点多 林森北路上一群黑衣人当街蓝车 车上男子又躲又闪 却还是被硬拖下来 几名嫌犯有的大声叫嚣 有的拿棒球棍猛杂乱K 被害人被强压带往别处拘禁 甚至逼签本票跟街巨 同一个集团连续犯案 另外一名被害人深夜11点多到锦州街 以言不合 被暴力讨债集团先飞踢再动手狂打 连椅子都拿起来猛砸 郑姓主嫌被警方拘提时 还在睡梦中一脸茫然 去年3到4月间 中山飞踢警方陆续接到 5个被害人报案 仔细追查 发现暴力讨债集团背后 有帮派背警 出部调查 帮派背警的郑姓嫌犯 开了两间酒店经纪公司 标榜高端派遣需要仙女 但事实上却是紧盯旗下的人 缺钱就放高利贷 曾经当过酒店小姐的汪姓女子当金主 借了钱就甩不掉 其中一名被害人只借15万 被打到签下50万本票 包含幕后金主汪姓女子在内 还有郑姓主嫌 一共10个人落网 穿着白色T恤男子 是汪姓金主的儿子 妈妈放高利贷 儿子暴力讨债 上梁不挣下梁歪 足够短短一年之内 获利超过数百万 征讯后依组织犯罪 妨害秩序 恐吓取材 还有伤害重力等罪嫌 以送罚办 记者留此讲目语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